进爆 华晨鱼改编《平凡之路》人气在先狂潮 华队对名号已坐实 这一届的歌手人气爆表 不仅舞台效果华丽 歌手们也是尽心尽力地创作和演唱 被称为史上最强歌手 昨天是歌手最后一轮淘汰赛 我们的实力小天王花花 华晨鱼再次展现摇滚天才的魅力 以一手改编《朴术》的《平凡之路》 使观众和歌迷为之疯狂 当华晨鱼以摇滚主唱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台下的观众就好像是虔诚的教徒 在膜拜上帝一样 一瞬间的寂静 一瞬间的疯狂 让每个人不得不为华晨鱼为之鼓掌 为之震撼 有些黑粉认为 华晨鱼的这首歌没有唱出朴术那种年代感 说华晨鱼还年轻 根本驾驭不了这样的歌曲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从华晨鱼的这首歌中 我们感受到了华晨鱼歌声的空灵 和渗入灵魂的穿透力 他的野性和真挚留在每个人心中 如果您也喜欢华晨鱼 就点个赞吧 娱乐小哥黑黑黑 为你的生活先点掉 华晨鱼自身就是一个招黑体质 作为他的小约你也是心好累啊 那些尬黑们真的什么都能黑 你可以说歌手里的观众是花钱请来的 但你总不能说歌手的评委 也是花钱请来尬吹花花的吧 也是醉了 夸华晨鱼的几个评委 宋科 华晨鱼以后会是中流笔注级歌手 这个孩子必须夸 夸得太少了 高晓松师兄 阿里巴巴音乐集团董事长 龙龙 华晨鱼上台不紧 人越多越放松 如果说这是天才的话 他就是天才 宝佳街43号乐队吉他手 音乐制作人 制作 监制和参与制作的 周迅、王妃、叶贝、老郎、思琴格日乐、邓为、丁薇、桑田朔、玉泉、陈坤、陈浩、范冰丁等众多知名歌手、艺人和个人的音乐专辑与单曲 其中担当业被2004年全新专辑幸福深处的制作人 是业被获得了2004年度CHAMLV中文榜中榜的最佳女歌手和年度最佳单曲两项大奖 创作了多部电影音乐 如李少洪导演的人在北京 黄军导演的爱情钥匙 太想爱你 中海导演的短暂绿图 制作 录制过赏百部 及 的电视剧 电视专题片 及多个著名广告音乐 中青民 华晨宇在艺术上已经走到一定的位置了 这是他本身的能量 我觉得华晨宇把整个流行乐歌手的地位 艺术价值都提高到了另一个档次 这位夸得最夸张的 来头也最狠 周杰伦的制作人 大老吉音乐制作人 作品太多就不一一罗列了 获奖记录也是很多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百度百科一下 这些评委大佬们 都是音乐圈的中流砥柱 这些大佬 如果不是真心实意 觉得华晨宇好 想夸他 你觉得谁能逼得了他们 还有一个规律 当有的歌手表现差强人意 但为了节目效果 必须说几句好听的 怎么办呢 呵呵 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 点评并或吸你打哈哈的 都不是大佬 大佬这时候不说话 都是旁边坐着的 女乐评人开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